龙天护法 迎新年 慈悲喜舍 观音现 一朝醒悟 佛性见 称恨 烦恼 化云烟 学婆就是要有良心 要有慈悲心啊 好好学婆 珍惜应然 很多老佛友知道师父很辛苦 他们都没有麻烦师父 实际上他们的心师父都知道 我也是很感恩的 很多我们的各个工修会的负责人 都非常努力 每一个地方都非常努力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心灵把门以后在全世界到处开花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 观世上非常好的把门 爱国爱民尊基手法 让社会也会好 让每个人都好 让家庭都会好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一定要战胜自己 战胜身上的疾病 战胜自己身上的毛病 要坚强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师父 跟你们讲了太多 在我的边上 你们多看看师父的白话 佛法 你们多看看经文 多念念经 跟大家在一起 相互帮助 你们一定会超出六道的 师父相信你们 我天天帮观世音菩萨 求你们平安 每一个学心灵法门的佛友 都能够平平安安 身体好 工作好 家庭好 一切都好 看看我们现在学佛的孩子多好 跟个个都要努力 真的 我们以后晚年都有靠了 以后我们到天上去 大家能相聚在一起多好 我们不说远的吧 以后师父年纪大了 你们如果能够 老在师父身边 我能够到一个地方去 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开示 讲佛法 你看你们天天在一起 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年纪大了 退休了 没什么事干 多好啊 多开心啊 对不对啊 有点什么事情 大家每人给你念一张小房子 就几千张哦 上万张哦 不得了的 师父说 你要是好孩子 我说来来来 你们每人帮他念一张小房子 每个人念一张小房子 那不就五千张 一万张就出来了 对不对啊 好好努力了 好好听话 好吧 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 珍惜所有人的缘分 好好努力 这几天大家都在天上一样 都不容易 你们要记住了 你们以后想成菩萨的话 必须看白花复发 因为没有一个菩萨 是没有智慧的 所以如果你们还傻傻的 天天就会这样那样啊 傻傻的很好 那么小乘 也能上去 但是很低 但是要做菩萨 你必须要有智慧 所以你们每个人要智慧 碰到什么事情来了 就有什么办法 脑子很有智慧的 你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做菩萨 一定要有智慧 希望你们好好跟师父学习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好 每一个人都能成功 一定要身体好 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年纪越来越轻沦 弘法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传承了更多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每一个孩子要有信心 能够战胜自己的毛病 好好地努力 有多少人需要你们去救啊 有多少人需要学习佛法啊 你们不能只管自己的 不单单自己家里的人 要全世界的人 你们都要管 都是你们家里的亲人一样 就像师父一样 像师父学习 你们一定要听师父话的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缘分不容易啊 所以师父现在出来 已经不像过去的这么多了 有的时候两三个月出来一次 过去一个月一次 最多的时候 有一个月两次都有 现在年纪大了 现在你们要听话了 出来一次不容易 师父讲一次啊 就少一次 就希望你们好好地改变 真的跟你们讲话 着急啊 看到你们很多人生病 我很痛苦啊 就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求 菩萨怎么会不灵啊 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有求必应啊 好好地努力 你们都是好孩子 这个社会需要好人 这个世界需要善良的人 需要大家好好的 共同地努力 来维护整个地球的和平 人类的健康 精神健康 也是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精神上也能得到 更多的充实 能够得到更多的 菩萨的善良的理念 好好学习 好好修心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祝福你们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里面